你們不走,無聊不好走 總理匆匆地就向我走來 我馬上就迎上去了 總理跟我講,說吳徐均同志 你估計主席還能站起來嗎 我說看來困難 所以我當時也很著急 我就想啊,想一個什麼辦法 既不能讓代表們知道毛主席身體不好 又不能讓這個毛主席先走 因為主席不走,代表就不走 這怎麼辦呢,都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後來我認真地想了一下 我就跟總理講 我說總理,既然你讓我提個建議 那我就大膽地說了 我說是不是請總理親自向代表們宣布 毛主席募送各位代表退場 他馬上就採納了我的意見 當機立斷 轉身他就走向了那個主席台 中間那個放麥克風的地方 他就大聲地講 說各位代表請注意 現在毛主席募送各位代表退場 請大家立立行動起來 封得各路退場 台下更直接燒地 還是在鼓掌,還是在關注 可是人們我發現 在慢慢地朝門口移動 大家的臉都是朝著主席台 等於是倒著走 代表們都走了 毛主席是最後的 嗯 今天冷靜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 您可以看 我們現在看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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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